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过年啊老实说还蛮有感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新兵可能放不到过年我才进去一个礼拜左右而已 所以知道可以过这个年假我真的很开心 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这一次过年大家有去哪里玩吗?我自己是从放假回来一直到初四 今天我现在拍这部影片的日期是初四的这个时间我才有空静下来好好翻译这一次我想要翻译的这首歌 然后拍影片这样不然我真的我觉得我这一次放假真的跟当兵没有什么差别啊 每天也都是被叫起来的就是一早就跑出去了 然后回外婆家回老家然后去走春啊拜拜啊什么的 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才比较有时间来好好的翻译这首歌 那我觉得他这首歌呢整首好不好整首从头到尾 就是叫你赶快回家啦吃饭了啦不要再工作也不是说不要再工作啦就是工作一年四季已经很累了拜托好不好 除夕夜这一天空下来回家好好陪家人吃饭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难得啦 台湾那种中国的这个过年的习俗 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一整年整个家族最团圆的一天 全部人都要回到家里面然后来吃这个年夜饭 熟睡啊然后很多各式各样的娱乐性质的节目 打拍啊或是什么之类的那就是 我觉得也是一整年可能对某些人来讲没有那么放松啦 但是我就对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来讲 还是算是比较放松的时刻 除了被一些长辈会问一些问题之外 我的个人是还好没有很严重 但还是有一点点好不好 还是有一点点 但其实整体来讲我非常非常喜欢过年 尤其是初二回我外婆家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年当中 我觉得可以算是数一数二最开心的时候 那这首歌呢 让人啊在外面每天工作一天过了一天 然后也体验过人生各式各样的风景了 然后可能终于好不容易把自己的梦想 给以自己的方式去实现或是呈现出来 但其实在没有到非常好的那个阶段之前 我觉得年轻人啊 也都会有一个很倔强的个性 或者是一个想法是 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好的成就 或是我的生活没有过得很好 那我又是离乡背景出去在外面打拼的人的话 其实就是报喜不报忧 我不会想要让家人知道 其实我可能吃不饱穿不暖啊 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说 其实我过得很好 但是老实说我不敢回家 因为回家就会被关心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有时候长辈的关心 它会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但是它却又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你不会想要得到这样子的关心 但却得到之后又很暖 就是心会暖暖的 很难形容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有些人干脆想要避开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选择不回家 或者是在比较多重要时刻 家人团圆的场合选择缺席 我自己觉得这样不好啦 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压力所在 只是这首歌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从头到尾都叫你 趕快回家吃饭好不好 你的妈妈在家里 准备好很多菜给你 虽然今天已经过了除夕那个天了 但是我觉得宇宙人在这一次 过年前1月31号 发行这首歌真的是别有用心啦 我自己觉得会出动很多 在外打拼人的心声 然后我就有可能因为这首歌 所以他们选择临时订了一些车票 然后赶快赶回家跟自己的家人团圆 那其实这首歌真的还蛮温暖的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快 就像我刚才翻译完 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跟大家讲 因为它的歌词变化不大 但是每一段歌词呢 都是在叫你 赶快回家继续强热 就是赶快回家好不好 我觉得年还没有过完 如果我不知道我这部片会什么时候放 反正如果在开工前 星期一天以前 因为我星期一天就收嫁了 星期一天以前 如果我顺利的上船上去呢 拜托 最后这一两天 如果你还没有回家的人 但是你是可以回家的 你是有空回家的 回去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 那这首歌 介绍给大家 因为非常非常的暖心的一首歌 也 我觉得 会让很多在外打拼多年的人 会偷偷的哭啦 好不好 所以真的啦 家人 其实我觉得家人是在我们 这整个 每个人的人生的路途当中 相对来讲 最不会去在意你的功成名就 你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人 所以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回家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会准备一桌好好菜 让你可以温饱 希望用这一桌菜 换你一整年的顺利 用这一桌菜 换你一整年的温暖 用这一桌菜 换你一整年的快乐 让你这一整年都可以更安心的 知道有一个后盾 有一个靠山 让你更奋不顾身的勇往直前 去实现你的梦想 跟闯你的事业 所以 这一桌菜 我觉得他这一种台语 就是赢了好不好 我在之前的 Dabokinna 李仙大那首歌好像也有说过 我觉得台语 有别于中文 更有一种很清晰的感觉 尤其对我 因为我们家的长辈 其实都是讲台语的 所以我再次讲表 好久我不再卷重听到这首歌 不然我真的会哭喔 所以 剩下这可能一天的时间 如果你真的有空 赶快回家 看自己爸爸妈妈 我是Kennigy 介绍这首歌 来自宇宙人的 吉豆菜 See you 新年快乐